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 Leo 今天跟大家走《不潭冲自然教育经》去到布谷湾 途中会经过几条昔日的穿落为止 可以了解到更多以前西贡村民的生活状况 而且也是一条沿途多树任又轻松的交游路线 在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当日就由鑽石山荷里活广场乘搭96号阿努巴士 去《不潭冲自然教育经》 可以去到上遥站下车 但是我当日出发的时候有点赶急 所以我提早一个站在《不潭冲站》下车 因为那里有小食亭可以作补给 大概45分钟车程就会到达《不潭冲站》 我买了些鱼蛋烧买腸仔田肚 发现在小食亭旁边的矮树 聚集了很多青斑蝶 这种蝴蝶的特性 在秋季活大量聚集在开花的树木上面 哎呀 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就下雨了 我们在这里等了十多分钟 雨势开始减弱 我们就开始行程了 我们去小食亭对面的马路 向上遥村方向走 会经过闸口一直向前走 途经右边的就是《不潭冲》双建乐园 里面提供了很多双建人士的康乐设施 包括轮椅径、烧敲墙、突置地图等等 经过《不潭冲》大闸之后 《大网仔路》大过走一百倍左右 就会来到转弯路口 就转进去《不潭冲》示现教育镜 在这里也会去到喜齿湾、黄仪洲村、上遥村等等 的地方 我们一转进来就会见到复兴桥 由于这一带都是一些河冲泥路 自从1954年 筹建了这一条复兴桥之后 就方便了一带附近村民的出入 哎呀!好漂亮哦! 对哦!这里好漂亮 雨后出现蓝天白云 这里的风景分外漂亮 这里好像乡下那样 农村的气息 带我们的气 哇!这些 先塗一下防曬 因为现在这样的天气 一定要做好防曬 应该塗到日本矮的 哇!很漂亮!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看 今天天气是超漂亮的 这些云呢 超漂亮的 好!我们走吧! 在《自然教育经》 有很多这种的资讯牌 这里是一个河后区 河水的水位 会受到潮值的影响 上升或者下降 而这条河的沿头 就位于石屋山 在那座山的南坡 有几条水系 在那地方的北面 形成了水潭 最后水向南流 经这里流入海 所以就叫做北潭冲 终于可以登山 其实休息了大半个月 近日下降了几天雨 凉快点 明天就立秋了 不过我不知道这条片何时出到 因为我剪片 时间很久了 在《北潭冲自然教育经》 其中一个出名的景点 就是上遥民族文物馆 刚下雨的关系 都凉凉的 其实我们现在走到 北潭冲自然教育经 今次走到 喜翅湾和布谷湾 去大概两个多钟头 回来两个多钟头 大概月四至五个钟头 因为中间会一定放航拍 未来纳一秋之后 天气会更加凉 就应该舒服很多 在去到上遥民族文物馆之前 会经过一座枯摇古迹为止 以前的村民就利用这座枯摇 去生产石灰 制造石灰的原料 是以贝壳和珊瑚为主 由于香港四面都是环海 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到这些原料 很适合发展枯摇叶 在十九世纪 制造石灰 就是本地四大农村工业之一 生产石灰的方法 是将少量的贝壳 混在碳泄里 再放在牢道烧透 再逐层加入更多贝壳 直至填满整个摇 冷却之后就会变成石灰 而制造枯摇 多数就是以耐火性的红砖制成 而楼底就是一个风口 可以增强火力 好像陆神合体的头 而我们刚才见到的枯摇 在1981年列为法定古迹 原来这种仙人掌植物 名字叫做梁天赤 它的花是我们平时用来煲汤的霸黄花 有紫气筒和花痰紫咳的功效 而上遥民族文物馆 在重修之后 在1984年也重新开放 成为一个博物馆 我们来到这个上遥民族文物馆 但是因为它的休館维修 我们继续向前走 不会影响我们的行程 在文物馆的外面有一个码头 那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 在这里可以看到 保良局不潭中度假营 斩竹湾和泰敦等等的地方 如果天色好的话 很容易就会拍到天空之镜的倒影 作词 作曲 刘洋 附近亦有很多红树林 在泥滩附近 很容易就会发现泥滩孖堡 什么是泥滩孖堡呢? 分别是弹头鱼和焦潮蟹 在这一大附近会见到这种破落的房屋 其实这一带以前的村民是以销石灰来致富 而石灰的主要用途可以用在建筑方面 另外也可以作为肥田料、杀虫剂、造纸和染料等 这个行业曾经很昌盛 也大黄了这一带村民的经济发展 但随着其后的英泥和造专行业的竞争 遥消工业逐渐在20世纪初没落 而上遥村也告荒废 这里有个分叉路口 上去就是上遥加乐境 但我们今次行程就不去加乐境 所以我们直行就可以了 北谭中自然教径之后 就上去喜此湾 会去到这个曝谷湾 风景会更加漂亮 途中会经过香港小童群益会白普里营附近 会有公共洗手间 也可以作过中童整顿 向着喜此湾村的方向走 大部分都是临路 而且也是平路 算是相当轻松的路段 途中会经过黄宜舟村的分叉路口 黄宜舟村是一个私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不要进去打扰村民 在60年代 村屋就已经荒废了 而这里村屋的建筑 建在2米高的平台上面 和刚才的上遥村很相似 目的可以避过潮值障眼 也可以加强防卫 而村口附近也很多凉天赤 我们现在经过黄宜湾村 我们就去曝谷湾进发 来到这个路口 会分上路和下路 由于我们一时忘记了看地图 我们就向下面走 虽然上下路都可以去到布谷湾 但下面的路就是沿海捆边走 难度会比较高 我们又没有带到装备 所以我们向上走 走山路 由于当天下了几场雨 所以在山路上都有几多水淌 而且有很多树根长在地上 走山路的时候就要分外留心 我们需要搖个水淌走 走山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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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這裏要間上三顆星 跟我們剛才走的街路相差很遠 看見屍帶可以向右邊走 就可以轉入布谷灣 去布谷灣這條路都有點隱蔽 但是途中都會有屍帶提示前往的方向 只是當日我們經過好多個小水淳 有點狼狽 在樹上已經看到布谷灣的堤壩 頭頂有寒天雷 現在沒有下雨但是有雷聲 雷聲大希望雨點少 最好不要猶豫 住聽到有人聲 我都未試過在八月這段時間 走這些崎嶇的山 如果冬天來就舒服一點 都爽一點 布谷灣的堤圍是呈半月的形狀 終於到了 開心啊 以前的村民就用這個堤圍 蓄水養魚 但去到後來這裡人去流空 堤圍也日久失收 沒人打理 成為了被遺忘的隱世優美角落 楊光在海面閃閃發光 海中的路又窄又長 在塵舊之中亦帶了一些殘破尾 令人仿如 艾卡 到前面 了 這 fuse 按 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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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多谢两位之前对我有超级感谢的朋友 一位就是TK Choi 在石澳的影片有超级感谢 另一位是Potnam Cam 在大埔教自然教育镜的影片有超级感谢 再次充心多谢这两位朋友 如果大家都想支持这条影片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有个超级感谢的按钮 去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按下我小铃铛 当有新片出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约定你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